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屋内窜出一条黑龙 由头顶裂了过去 晚听着爬向了后院 李某惊吓之余进到屋内 一见母亲已经被咬破了喉咙 一命鸣呼了 李某大悲为母亲操办了丧事 等丧事过后 他便请来了一个祈道士 要捉拿上他母亲性命的妖龙 祈道士来到府上 前院后院的一番打量 停在了后院的水区边上 道士说那妖龙便是由此出来去的 并邀请李某夜间一揽其真容 等到了晚上 月上高空 李某和祈道士藏在墙后 等到午夜时分 就见一物顶翻了沟渠上的石板 看出头来 嘴巴一张一盒 有节奏地点着头 在参拜月亮 祈道士讲 那叫望月善 是善于在修行 只是绝不会无缘无故出来害人 在祈道士的点拨之下 李某想起一事 年少之时 他曾和伙伴到田边捉扇鱼 那一次他运气极好 在一个洞内 抓到了三条肥大的扇鱼 回到家中 把其中两条吃掉了 留下了最大的一条 等以后再吃 就在他去查看的时候 那条大扇鱼已经顶开了钢杆 扭动着身躯 钻进了后院的沟渠 李某想抓却没抓到 后来就把这是给忘了 如今想起来 定是当年逃走的扇鱼有了道行 伺机复仇来了 这望月之善 本可修成正道 可李某家这条却不是 为了保全李某家人性命 其道是出了个主意 当夜晚间 李某一家人都没敢睡 而是躲到了柴房 等到了夜里 大扇鱼由沟渠中爬出 直奔了李某夫妻的房间 他要取李某夫妻性命 其道人早已埋伏在床上 见大扇鱼进屋拔剑而起 跟大扇鱼站在了一处 打了十几个回合 大扇鱼心知不是对手 落败而逃 重新又钻进了后院的沟渠 只是刚钻进去沟渠之中就蹦起了血水 大扇鱼翻腾着冲出沟渠 肚皮被由头至尾割了一个大口子 原是其道是和大扇鱼打斗之时 李某让下人在沟渠中埋下了竹刀 大扇鱼逃走之时 被割了个渡破长流 若非亲眼所见 谁也不会相信世间会有如此之大的扇鱼 失明了